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42式太极剑 分别是与大家分享第8式第9式第10式 是提膝绷剑 蹬脚前持 跳步平切 我现在前后慢动作与大家前半这三个动作 谢谢 接下来我和大家讲解这三个动作 首先是提膝绷剑 推步下跌两个手要用力度 脚步是拔步 将把剑向前面的终点 穿上去 软手提膝 统剑 统剑 把剑是不动的 右脚都不动 好了 松了脚 把剑立了一个立体练 身脚前前 下脚下来也是立了一个立体练 去处步 好 一旦上来 右旦上来 又上来 处步 好 看后面也做一次 推步压前 拔步 首先向左前 可以站得稳一点 好 提膝绷前 好了 鬆左胯 好了 伸脚 持着 好了 落脚鬆立的立体圆 好了 再把脚撞下去 招步首先 伸起腰提起左脚 踏脚 再伸起腰提起右脚 上步 接着下来 招步 这个动作最重要是 握把劍向左 向左我才提醒你们 才会稍稍 今天的四十字极大事件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